那我们可以看到 哇塞尔迪克传奇中风 Bill Russell啊 这日前是过世了 可以看到过去13年 拿下了11座总冠军 也就是说他是NBA的指环王 过去他跟那个张博人的对决 也是上古时期 我们无言可见啦 但是上古时期光靠这数据 这两个上古模式的表现 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我们知道NBA在上个世纪那时候 选出了NBA史上的50大球星 那进入到21世纪之后 你看到去年又是75大球星 那当然Bill Russell Bill Russell跟张博伦张大帅 都是里面的当然的人选 Bill Russell在前两天去世 是88岁 所以你看运动有益生理健康 所以运动的人都可以想高寿 他非常难的就是 他的NBA的生涯其实很短 只有13年 但是却拿下了11座的冠军 而且这11座的冠军 在他的生涯末期 最后两个冠军还是球员兼教练 那我觉得Bill Russell他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会善用 他在球场上的一个影响力 在NBA他是明星等级的球员 但在球场之外 他在上个世界60年代 他非常支持美国的民权运动 像是美国的马丁牧师的 我有一个梦 或者是支持拳王阿里 拒绝去打越战服兵役 他都是支持这些人 Bill Russell我们知道 他在NBA如果以球员身份来看 他是非常强调防守的一名球员 大家想说你一个身为塞尔提克的明星球员 你可能生涯的平均数据应该很漂亮 或者是单一赛季的平均数据可能就是 篮板球超过20个 得分超过30分 但是没有 Bill Russell生涯在NBA13个赛季 从来没有一个赛季的得分平均超过20分 最高的一季 平均得分是18.9分 他非常强调防守 所以他篮板球抓得非常非常好 他生涯的场均篮板达到了每一场比赛22.5个篮板 而且到了季后赛这个数据又更进化 进到季后赛 Russell的平均篮板来到了将近一场比赛 可以抓25个篮板 这是NBA季后赛史上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的记录 这个记录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可以破得了 就算是这个Rodman小虫在世 可能也没有办法像Russell这样办到 没错 亚历哥提到很多重点 其实不是在场内 场外也是在当时黑人民权运动克服了很多歧视 在这个数据上当然跟张普伦没得比 但是指环数是比他来得多 另外回过到现在来看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来谈到现在的自由水潮 我们一直在谈 现在胡人阵容 每年每季都要谈胡人 胡人阵容大家提到的是Rodman James 但是上赛季又是燃烧小宇宙 接下来的合约大家也很关心 不过接下来整个胡人的网络状态 当然最重要还是续在Russell Facebook上面 不过现在就有说 因为拉布朗在几年前就说了 他希望他可以跟他儿子一起 在他退休之间在场上打 所以他现在的长子 最快有可能2024年就要选秀 胡人会不会为了拉布朗 James 来选他的第一个儿子呢 真的要这么拼吗 因为LB这些大儿子现在才17岁 就像小蓝刚刚讲的 最快参加NBA选秀也要等到2024年 那个时候的拉布朗应该又老了一岁 当然我相信他这几年 由于运动科学的一个进步 他保养非常好 所以胡人队愿意提供给他 一年4400万 甚至是两年9800万美金 这样的一个合约 今年我们看到胡人队 在换了新的总教练之后 整个阵容也年轻化了 看到德威·浩尔 包括了田瓜也都走了 那这些老将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 那年轻化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胡人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力 就是你把Le Brown卷留下来 当然有他票房的号召力 不过我觉得归结到最后 还是战绩要说明一切 如果胡人队还是像今年赛季一样 没有季后才可以打的话 就算由Le Brown压阵 我觉得观众可能也不会买单 也不会买票进场 没错 亚历哥说对了 实力就是决定一切 所以外媒也做出了评比 胡人队的地景 来看到胡人队是排在第四层级 所以就是前三名都没有 他是可以看到灰狼 他跟灰狼蹄狐蓝网 骑师排在同一阶层 外媒平几战力最强 当然是去年冠军勇士 赛尔迪克太阳公路跟热火 第二灰熊76人 后半端我们今天讲后半端 就是雷霆火箭魔术 溜马跟马刺 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目前来讲 评比还有包含了整队身价 纽约尼克目前看到 这几个都前面两个都是破60亿 胡人队也有了56.3亿 所以有时候可以说砸的钱 不一定跟这个战绩是成正比 就是这样说的 的确你看这个外媒 就是不是美国的媒体 是外媒评比NBA战力的排行榜 我觉得对于后面 这个三四五六层级的这些队 情何以看 尤其是纽约尼克 当初的林来峰 你看制造多少的一个商业的效益 整个的票房 但是现在是被列为第五层级 那代表说 基本上 你是没有什么希望打气候赛了 那尼克今年 还做了一些整个球业交易 把这个达拉斯小牛的 那个主力的后卫 给交易过去 那当然 胡人队 金州勇士队 金州勇士队 当然是这几年的整个冠军的大任门 所以你看到勇士跟太阳 热火公路 赛尔迪克被列为第一层级 其实不会让人意外 比较让人意外就是 像是胡人尼克 这些豪门球队 怎么会被列到后面的一个层级 还有过去 其实就在十年前 还是季后赛常胜军的马赛队 居然现在完全被看扁 被列为第六层级 没错 最后一个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 外媒的这个评评 其实大家也可以拿 做参考参考就好了 那当然每年赛季 如果真的照这样的一个 夺冠城市的话 那我们每年就只要看 这五队的一个比赛就好了 没错 对不对 就看现在能不能跌破 大家眼镜 虽然说尼克对每年 会缴最多钱 然后每年都在后段班 今年稍微改变一下 好了 关心到足球赛事的消息 大家也要关心到球网Messia 那过去整个在职业赛场 不用讲了 那个荣耀满满 那可以看到 我们的整个战绩图表来看 在巴塞隆纳就有 哇 这么多的战绩 国家队也有试作 巴黎顺热曼 也有这么多球衣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光他周边收入 就带进了好几亿欧元的营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以来 好像最接近世界杯的那一次 就是2014年代巴西那一次 在今年要开打的卡达世界杯 会不会是Messia 最后一次来拼这个世界的大历程杯 应该是 因为尽管像C罗Messia 都表达了 就是今年他们都一定会踢世界杯 那C罗甚至不排除 下一届他还要再踢 因为C罗真的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 那可是你要看看 今年的梅西已经35岁了 他第一次打世界杯是2006年 那个时候的梅西才19岁而已 可是2006年那一年的这个世界杯 梅西是因为受伤 所以那时候并不是主力 不过2010 2014 身为球队的一个主力 但是那两届的一个梅西 却没有能够替阿根廷报为冠军 当然我觉得这种短期的一个赛事 你个人的状况如果不好 你身为球队的一个主将 你回国以后就一定要被骂 那梅西我觉得一直是把整个 阿根廷国家队的责任 是扛在自己身上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一个卡达世界杯 是梅西 生涯世界杯 跟Zero一样我觉得最后一波的 有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今年的世界杯 而且时差对我们台湾的观众 是蛮友善的 我们不用再那么久了 对 所以我们不用像过去看巴西世界杯 熬夜看梅西熬夜看 今年看梅西 今年真的大家好好把握 因为我觉得是看一次少一次 没错 接下来我们会常常带到世界杯的 一些相关消息 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分组 目前在2022世界杯的三十二桥 那可以看到A主带主办国 一定就是直接进入到世界杯的比赛 那可以看到这一组 有荷兰 赛内加尔 跟二瓜多 先来看到A主这一边 荷兰当然是欧洲的竞与 在2014年那一年 在整个带领之下 那一年是提进到四强 而且表现相当的不错 那可以看到整体他们是 我们看最终 他是三度与大力神杯失之交臂 那他目前在外围赛 以G组第一拿到了32强门票 那就这整个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外界是看好 就是当然卡达可能机率比较低 荷兰应该是比较能够稳 那再去看三战加一个二瓜多 能不能够拿到第二张门票 的确就是三抢二这样的局面 那荷兰有他一定的一个实力在 那虽然过去从来没有在世界杯封王过 但是三度能够打进到世界杯的决赛 橘山军全能 全攻全守的一个全能足球 相信足球迷对荷兰队 这支球队绝对不会陌生 而且这几年 荷兰除了他自己国家的一个联赛 在河甲之外他们也输出了 非常多的球员在欧洲的五大联赛 那另外看到 厄瓜多跟塞内加尔 厄瓜多其实中南美洲的一个 传统的不错球队 这次能够打进到汇内赛 其实也跌破蛮多人的演技 那塞内加尔我还记得 有一年的世界杯 他们也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还是阿扁总统的时候 02年那一年 对那时候还受邀 日韩世界杯有来过台湾 做过一些表演 听说那个时候是足球元年 那现在应该是台湾足球 应该是20年了 可能还在远吧 希望我们的足球能够好好加油 那A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当然刚才讲到荷兰是比较稳 那也希望在卡达跟厄瓜多这边 能够有一些 跌破眼镜的一个表现 这样子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 我们之前讲过 是最后一次的32强了 因为在下一次的 2026年的世界杯 那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 那时候是48队要打会那一赛 没错 对那所以今年的这样的 这个32队 我觉得大家也要好好的来把握一下 买到年底就要开始 又来期待一下我们氏族热潮了 再来把镜头转到赛车的焦点上 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在网球 我们可以讨论到网球三支 我们的上股选手 就是我们三支在那 Big 3 对Big 3 那现在在F1可以看到四贯车手 现在也抛出了退休的震撼弹 那可以看到系组过去 整体拿下过很多冠军的这些球员 这些选手过来也可能面临到这一战 那不知道雅历哥怎么看维尔泰这一次的退休 这看单的 Servatian Vettel 哇真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在友台的时候 那时候他刚进F1当车手 没有想到他现在 要退了 也跟大家说要退休了 当然他今年在Ostern Martin这支车队 竞争力比起过去他在红牛也好 法拉利也好 那竞争力当然是不如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一级的车队 那现在35岁的他我觉得在 不管任何的职业运动 赛车也好 篮球也好 棒球也好 选手们或者是车手们 一定会面临到体能下滑 然后巅峰 过了巅峰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时候急流勇退 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蛮好的一个据点 毕竟在Ostern Martin 今年虽然不算是顶级的一个车队 不过在场上还是有他的一个竞争力在 那Hamilton去年真的很可惜 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舒马克跟我年纪一样大 那因为滑雪的一个意外事故 不过现在游子继承衣钵 我觉得以F1的一个车手来说 生涯四怪 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成绩 而且他是德国人 Battle 继苏马克之后 我觉得德国不断的在出产 这样的一个有天分 然后有实力的一个车手 从苏马克到Savation Battle 到现在苏马克的儿子接班 我觉得未来德国车手 在整个F1 还是非常的有他的一个竞争力在 没错 刚才嘉丽哥说到极流勇退 选择在这个时候陪伴家人 这也是目前他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我们看到另外一位 就是看到我们过去也常常听到的 Alonso在目前的情况 41岁是现役年龄最大 41岁这个年纪 通常不迫之年 就是一个真的比较大力的年纪 那过去这个两届F1的年度冠军 现在也获得了复数年合约 有可能要再拼他后面 能不能再打出一些老来翘的成绩 这个就是人生选择的不同 刚才讲到 你看35岁觉得自己该退 要陪小孩要陪老婆了 可是41岁的Alonso 你能说他是家庭不美满吗 没有 他还想要在场上 享受那种跟别人竞争的感觉 我觉得职业运动员的特色就是 他很希望能够在场上 跟别人来一较长短 不管什么比赛运动总类也好 我觉得大家在场上就是 真刀真枪的来见胜负 41岁他证明自己 还有在场上跟年轻小伙子一搏本钱 所以我们也祝福Alonso 那真的希望他能够在卡住 这个Alson Martin这个车队的位置之后 然后又有一些表现了 没错就是他 不管是在篮球棒球 甚至在赛车 其实就可以看到年纪 这个退休年龄不一定 当然年纪比较大的球员 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可以来传承 或是在力拼最后的一个荣耀 那今天的体谈这个状态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要谢谢雅磊哥参与我们讨论 雅磊哥谢谢 谢谢小蓝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咯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